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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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来到普陀人民医院看病了 上一次来普陀人民医院看病是因为 被那只该死的小胖猫抓到药伤来看病的 然后呢来做就是那个叫什么 我是要来做那个打破伤风 结果我皮肤就是检测没有过 而今天呢是因为我一直扁条线的一个状况发炎没有好 之前吃成药还没好 所以我朋友建议我来这边直接看医生会比较好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又来到这里了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就是 一个挂号流程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面来挂号 我觉得其实还蛮方便 就像台湾有就是网路挂号一样 所以呢 其实都是一些蛮科技蛮方便的 对所以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到底台湾看医生跟在上海看医生到底有什么 然后我们就来看基础的意愿大厅 对就是跟台湾一样没什么特别 就一边是挂号柜台一边是领药柜台 然后呢它比较特殊的就是 呃 呃它挂号的话可以就是有机器那种 直接挂号那种的 比较方便啦 对 不用冷宫 今天我来看病 我的 唉 惨 我的扁桃腺反复发炎 反复发炎 之前吃成药都没有效 所以呢 我朋友建议就是医生朋友建议 就是直接 来看医生吧 对 现在在葡萄人民医院 然后刚刚去抽血完 在验血 希望 不要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 抽血的费用是 莫斯凯 对 莫斯凯的问题 其实差不多啦 因为我没有医保 因为会有医保 然后就会很逼 大家看一下吧 在大陆看病最特别的是 就是它会分区预付款付费 挂号是一个地方付费 那你要做一些验血 还是特殊的一些需求功能 它会分区付费这样子 然后 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是一次总结算账 它是分区分区算账的 看完医生之后呢 那就是要来缴费药准备来领药 然后是有这个机器可以使用 然后在这边可以直接缴了你要钱 对 就是我刚刚说的分区的部分 所以呢 它需要就是要缴费最后一关缴要钱 然后再使用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就诊卡 有点像健保卡的东西 每间医院都有 刷好之后呢 就可以跳出金额来缴费 然后要钱的话是将近47块钱 好 那我就开始用我们的支付宝来支付一下吧 超级喜欢使用支付宝来付款的 超级便利 扫一下马上就可以付款了 我真的觉得超级便利 付款完之后就有就是收据出来 就是药单出来 上面就会有你花了多少钱呢 然后你的药是什么 再拿了这个就是像是领药单的药具 去药具领药就可以了 然后两个药花了我快47块人民币 其实差不多啦就是这样子啦 没有特别的贵或是特别的便宜 就一般般啦 最后总结一下这次的看病性的 医生人很好也很专业 然后呢整个看病的效率也很快 可能因为他不是三家那种超大医院 所以呢就是整个效率是有的 而且也是一般的医生不是那种特殊的专科医生门诊 因此我觉得整体感受度体验都是算是好的 然后呢再来就是他的判断的标准 也是跟我在台湾的医生其实的建议是一样 所以呢呃我之后回到台湾的话呢会去处理掉我一些 就是本身就是呃关于就是我的扁条线的问题 那这一次的看病体验其实算是不错的 然后我然后下礼拜 对应该说我这礼拜也要去挥诊 再去看我的发炎指数如何 这个必须还是要治疗好的 不然的话呢其实呃对身体还是不是那么的好 那今天大概的体验就是这样咯 拜拜